盘点特兰里CP的名场面 特兰更新了已经30年 各种各样的名场面简直数不胜数 接下来就盘点一下官配以及非官配的名场面 1.新兰红线的羁绊 出自剧场版既是引爆摩天大楼 这是特兰的第一部剧场版 同时也奠定了新兰永恒的基调 特别是特兰在小兰绝别前的那句 直到炸弹爆炸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两人的那份生死陪伴成就了新兰爱情的永流传 此后红色也代表了新兰的颜色 在两人世纪之吻的那的篇章 都以红色命名为红色休学旅行 2.平和悬崖相救 出自人于失踪记 平次只是发现了暗箭的相关线索 却不小心摔倒掉下了前方的悬崖 千俊一发之际何也伸手将他拉拽了过来 然而自己却交换到了他掉落的位置 平次也是不怕只冲上前去救他 两人都被困在了悬崖窍壁上的一棵树上 何也为了不拖累平次 主动用之前拿大的一支键扎下了平次手背 然而以为会因为剧痛而放手的瓶子去咬牙忍着 即使鲜血迟流 他至始终都没有松开荷叶的手 之后在剧场版堂红的练歌中也致敬了这一幕 3.金元的合体战斗 出自剧场版战青之拳 为着媳妇打群家这种操作 这世上除了一拳超人几奇针 怕也没人能做到吧 因为原子车祸受伤 所以为了保护他 几奇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 但几时轻松的原子在他身上 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发挥 反而这下是赐予了他力量一般 最后一拳塞亚人来了的战不绝口 这就是名车的最高战力吗 4.坏心的首次邂逅 出自车梁VSGREDA记得 车梁记得两人第一次在天台相遇 那种侦探GREDA的宿命杆顿时就由来而生 同时也为记得奠定了欲光下的魔术师的称号 第一次见面的车梁就松给了记得最高的赞美 两人的世纪对决也就由此拉开帷幕 5.赤亚人举相对峙 出自迷宫的鸡尾酒 赤亚人这两个大男人的恩怨纠葛 足足给突然这部动漫知道了不小的看点 两人每次登上的火药位 隔着屏幕都能闻大 这一次透子来到中层家调查 新衣失踪的事情 随时早就被羞翼的人洞察到了他动静 于是两大帅哥就在新衣家里动起手来 举相相对的场面简直谁逼感满满 好在随后幽作夫妇出来好言相劝 不然指不定两人会找出什么动静